杨花学运黄国昌等22人涉及妨害公务等罪 法院二审宣判维持原判物罪 摄影记者林伟旭分享 四年前太阳花学运占领立法院 被告黄国昌等22人今天二审人或判物罪 和一审不同的是 法官不再拿公民不服从理论做文章 直指不是跟警察拉扯就构成妨害公务 被告人为使用器械 表达意见难免有肢体称途 这是民主的体现 拆招牌虽实立法院难堪 但也不构成侮辱公署罪 这么有学问的判决 真是千古难求 公民不服从人民抵抗权势 一审判决无罪黄国昌等人无罪的主轴 二审法官舍弃探讨公民不服的学说认定 抗议的对象与需付出代价等 直接以否定警察执法价值 事件规则栏尾 亦是瑕疵所致 以增加太阳花成员 占领立法院的行为正当性 诈听之下 人民只要扛起民主大旗 高度够了 所作所为就可以阻却违法 和警察拉扯 拆立法院招牌统统没事 今天真是司法史上最令人难忘的一天 但今天也是黄国昌等人最爽一天 难怪他高兴之余 进加码呼吁希望接下来323 324行政院行动的审判 法官也能用相同高度看待 因为所有事情都应立委 直栏委 没有尽到法定职责 以致引发公民集团体抗议行动 称为庭更得意忘形 还把习近平扯进来 煞有件事禁告习近平不要越雷迟一步 瞬间习惧所有眼光 抢走黄国昌的风采 民进党得以冲夺政权 太阳花助力不小 蔡政府及时回报 二审判决可以说是充分 暗和律营高层的心意 只不过为了另辟蹊径 法院用了劲爆的理由来堆积无罪判决 确实让人失心 但仔细检视 其实暗藏生意判决理由 和黄国昌加码呼吁进前后 呼应为接下来323 324行政院行动的审判铺陈 令人不得不佩服其用心 太阳花成员占领立院 依审用公民不服从及人民抵抗 全判黄国昌等22人无罪 勉强也说得过去 因为被告主张太阳花学运 是因立法院黑箱而弃 占领立法院也是刚好而已 但是部分成员接续又冲入行政院 那就说不过不去 因为对象不对 行动有十比例原则 正当性薄弱至极 如果今天二审法官还是用公民不服从判决 黄国昌等人无罪 未免为德不足 无法照应 323 324行政院行动的被告 所以二审判决才会想出拉扯 未必妨害公务 肢体冲突是民主的体现 拆招牌不构成 侮辱公署等这些怪怪的理由 加上诉审法规范 此案很快就会无罪定验 对后案参考性大增 你能说这个判决没有学问吗 依此逻辑 五名实力立委上海到彻业抗议 要求撤回行政院办劳基法修正草案 最后也应该会没事收场吧